小蘑菇伯妞融化姨母少女心,难怪米娅对布布伯妞完全是两种态度。 在妈妈是超人3这个节目里面大家都从喜欢布布多,到慢慢的被伯妞给圈粉,这两姐妹花确实很可爱啊,在布布和米娅争吵之后,大家都对米娅大有评判,不过这都是小孩子的吵闹。 当然也有网友从另一个层面说出米娅不礼貌,没素养不好,米娅对布布确实是霸道好强,但是对布妞却是完全不同的状态。 方智友刚带米娅来到甲敬文家里,就看到了坐在地上的波妞,波妞一直都是安静的美女子啊,哈哈哈哈,即便安静地坐在地上也能夺得很多人的关注啊。 方智友带着米娅走到波妞身边,甲敬文教波妞喊米娅姐姐,哈哈哈哈,波妞看着米娅都笑了,很可爱,然后这个软爬爬的在地上这姿势是啥意思啊?小波妞未必你是害怕了。 然后米娅走到波妞身边,摸住波妞的头温声细语地说波妞好可爱,哈哈哈哈很难得啊,霸道小公主居然对波妞说好可爱,难怪波妞这么被圈粉呢,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啊,看看这小脸蛋,能不可爱吗? 真的很蒙了。 修杰凯,甲敬文,方智又坐在地上讨论了许久之后,便拿了一个小魔果发誓戴在波妞的头上,刚戴上大家都一口同声地说话,好可爱,哈哈哈哈,看住波妞这个样子是真的蒙化了好吗? 大眼睛登住看对方,瞬间心都坏了,蒙德姨母少女心都要融化了。 催人生女儿的甲妈妈甲敬文你要负责啊。 不知道为什么波妞似乎很喜欢米娅啊,米娅看住可爱的波妞都蒙蒙哒,自己都看得不好意思了,而波妞则伸手要去摸米娅,哈哈哈哈,小可爱,你要干了呢? 小手手手神在半空中却是半天没摸住人啊,人家米娅姐姐太羞了呀,不过这样的蒙波妞真的是蒙一脸啊,太可爱了,小波妞才一岁啊,就有大波网友被圈粉了,简直太可爱了,百看不见,这张脸,每天看住做梦都会笑啊。 来来来来,波妞在看你,在看你啊,你知道她脑袋里想杀吗? 哈哈哈哈,真的超级卡瓦一有目有,看到步步本来就有大波网友被逼人生女儿系列,看到波妞更加不得了了,真的是催人生女儿系列啊。 这样的波妞太萌了,真的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孩子,比小时候的步步姐姐还可爱呢,为今日系波妞狂打扣。